我现在就会总结一些主题 由讲到怎样讲出神的属性 这里主要讲神的属性和恩典 属性和恩典不同的 属性是祂本质 恩典是祂为我们做什么 刺什么给我们 我们要预备好见主 这个主题是想鼓励人 预备好自己的生命见主 那神做了些什么来预备我们见祂呢? 就是神是本身第一个祂是承传人的神 祂本身有这个质素 祂是会承传人的 你亲人的祂就会承传你了 祂会令到人是能够预备好见祂的 祂不是只是叫我们做什么 祂是有这种能力将人的生命改变 那这个事预备见主 其实由我们未信耶稣到信耶稣 祂一直成长 祂都预备我们去见祂的 首先神是一个美善 祂本身的本质 祂是祝福人的神 提升人的神 这个是祂本质 祂是提升人的神 祂是体重人的神 祂是体重每一个人 祂会提升 祂会更生 然后祂就做在我们身上 为什么做在我们身上呢? 祂每一个人 祂未得救 神已经有计划救祂 然后神感动祂悔慨信主 当祂继续回应圣灵工作 祂就预备好见耶稣 因为祂会在祂里面做功 更生 但是祂不听话 人会不听话 但是神没有放弃 这个其中一部分 神没有放弃祂 继续感动祂 以至祂会听话 祂会感动 圣经有广道预备见主 其中一个很重要是 事奉 因为圣经有广道 就是伯仁要交账 伯仁交账 本身神是一个很productive的神 祂是会更生人生命 祝福人的生命 祂不是行难不结果子的 祂是不断结果子的神 祂就会将这种质素赐给人 所以这些人凡是被神更生的 都很想救人 还有很想复兴的 那些人被神更生了 他心里面就会火烈 不只只怪自己 他就说 很多人软弱 很多人需要救 很多地方有需要 神就会将这种心放在他里面 你发觉那些更生的人 他自己会有一种意念 他自己会很火烈 而且这种意念会传递 因为他的言义 就是神那种的恩膏 那种祝福人的恩膏 在他里面发挥出来 他就会很想去祝福人 很想去帮助人 神就会带动他们 以致他们能够 譬如整个群体有这个方向 如何让神去用 去带来一些地区的復兴 更生 宣教 原来神做了很多事 是不断在人身边祝福 不只要人亲近祂 信靠祂 被祂改变 祂就会一步步成为一个 被祂提升的人 见到耶稣面的时候 耶稣就称赞祂了 有良善 有忠心的福人 这个目的叫我们预备好见神 但首先是神本身的本质 来预备我们自己 帮我们提升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如何预备好见主呢 神是这样做的 神有没有提醒你 有没有给力量 有没有加力量给你 有没有感动你去做什么 有的时候就是神在做事 你会不会回应呢 神安慰 因为预备见主 有时做得不好 又会失败 又会无力 但是神也是安慰的神 你做得不够好神 总之你做 神就称赞 又会赏赐 在今生已经赏 加力量给你 在这个方向经常想 神做什么 令到我们预备好见神 OK 好 下面有传福音乐 这样才说得好好的 我说 首先神的质素是什么 神是怜悯 祂不愿有人沉沦 祂的心里面 看到人沉沦是很伤心的 很想救人 祂的心里面 祂见到人就是想祝福 很想那些子女全部去他那里 回到他那里 得到神的救恩 所以神是有这个心的 神有这个心 祂就会将这种意念放在人的心 这一个是一念 祂将这个传福音的心放在人的心里 然后传福音就是律法 就是人做什么 但是神会将这个感动放在人的心里面 祂将人拯救之后 有些人一信主 马上就传福音 很快就传福音 为什么这么快就传福音 因为祂被神感动他 神有这种拯救人的心 在他里面感动 神也会自他智慧言语 大家有没有试过在你传福音的时候 那人问问题怎么回答 然后神又教你怎么回答 在那时候说合适的说话 刚刚令到人顺主 有没有这种情况 还有有人带你顺主的时候 神又会感动那人说有些对你 帮助我们顺主 这些都是神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对我们的帮助 都是恩典 神又欣赏我 你做了一个小子身上 神就很欢迎 就算他不信耶稣 耶稣也会拍掌 耶稣就赏钱就纪念你了 加力量给你了 其实你去想就想到很多 不过我们尽量想得 尽量有感情 人就会容易接受一点 就是说我们想救这个人 其实神已经想救这个人不知多久了 在永恒已经想救他了 所以他见到你传福音的时候 他欢迎得到不得了 这个另一个原因 就是他欣赏我们传福音 他欣赏 他要感动我们传 他要给我们智慧 你一做他又会赏赐 原来神也想他得救的 神很想他得救 所以你在这里传的时候 神会帮你也会感动那个人 神会做功 但有些人的心硬是他的问题 但总之你传的 神是喜悦的 神是会赏赐的 我们尽量说得令人觉得 原来我传福音 神很喜欢在拍掌 在欢喜笑 在这里很开心 神会称赞你的 又会赏赐你的 又会祝福你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便会有动力 好了 要爱惜光忧 爱惜光忧 凡你正面的质素 就是本身神也有这个质素 神本身很爱惜光忧 虽然神来说有无限的时间 人是有有限的时间 我们的生命是有有限的时间 神很珍惜我们每一分钟 神就会在人的生命中做很多工作 以致那个人能够珍惜生命 珍惜他的光忧 第一件事就是 神救我们 其实都是帮我们珍惜我们的光忧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 我们根本的光忧是浪费的 但是神是很珍惜我们的那几十年 在世界上 他很想这几十年是丰富的 神本身是珍惜光忧 他都会帮人珍惜光忧 他赐给人的能力和资源 以致人能够在生命中的时间 发挥出最好的功用 神会教人 就是让他能够善用他的时间 然后神就会感动这个人 你的生命 如果你只是看电视 只是洗手机 是浪费了的 神就会感动人 你的生命是可以很有果子的 神就会感动人 我不要浪费时间 所以有些基督徒 他信了主被神改变 有些可能以前喜欢打麻雀的 以前很喜欢看电影的 有些更新 他真的开始觉得很浪费时间 他就会肯亲近神 去被神改变 但也有很多懒惰 是很浪费时间的 这些时间他觉得没什么所谓 但总有明日总有明日 但其实我们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神又不是叫我们每一分钟 全部做完事 神就是想我们 首先从他得力 从他得力 就是爱色光阴盒 为什么呢 没有神的力量 我们不能做到更多 所以神第一个恩典 帮助我们 就是在他同在 他会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享受生命 和生命有果子 发挥出来 然后他就会赐我们 聪明智慧和动力 如何去发挥生命 也会更加有效 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他的侍奉是比一个软弱的 无力的基督徒强 几千倍 因为他的接触人 那些人听完 被改变 便会肯信耶稣 肯侍奉 肯跟从神 所以一个人越是亲人神 他的时间用得越有效 越是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神就会赐给我们 其实我们每一分钟都很贵 因为我们每一分钟 有时一分钟 可以帮一个人 救一个人 可以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这样帮我们 经常提升我们 我们感情神 神帮我们 善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 在后面那里就是戒命 下一个是什么呢 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 说到神的供应 我们就 在圣经里说 穿着他会看着 圣经是这样说的 他会看着 他会说头发会扫的 他为什么要扫头发呢 神是不是有空过头呢 就是神关心我们的 我们的每一样的细节 我们的生命都会 每一样的神都会 关心都会照顾 神会照顾我们 供应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他的供应 不是只是普遍的 神是看着这个人的 神会看着这些华像 都会看着我们的 神会看着每一个人 你的需要是什么 神是会帮助 会供应 而圣经又说到 先求神的国同的义 这一切交给我们 就是说是亲近神的人 他越得到多 有一个错误观念 才有两个人问我 即是交换 我做什么 神又给了些什么 我回答 不是交换 绝对不是交换 为什么呢 神是这样的 他老祖有计划 那些因典 是很多很多的 然后当我们信靠 其实信靠 不是靠行为 信靠他就会给我们 信靠神 神就会给我们 而我们 就算我们付出的代价 我们奉献的钱 和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没有得给的 是没有得给的 我们奉献的钱 都不能够租天堂 一天 或者一个小时 都不能够租天堂 或者神给我们的帮助 和辅助 他给我们 是远远超过我们 但是不是 其实是信心领受 你的信救 我们相信神的恩典 神就会将 其实那些恩典是未来的 但你信 他就给你了 即是没有信心 他是得不到 当人有信心的时候 他也会结出果子 这些果子 不是交换的条件 是他的生命的果子 我们知道原来神 是正常度身订造的 即是他看着画像 他会看到药室去到埃及 他度身订造 如何祝福他 提升他 是度身订造 保罗是怎样的 神为他预备 每一个人 圣经里面的人物 都是有神的预备 摩西 本来应该被人杀了 出生的时候 神预备 他妈妈有这个信心 他又生得很漂亮的样子 于是公主见到他的时候 就会不杀死他 就会修养他 这些都是神的特别供应 当我们知道神的特别供应 和看人 度身订造 我们就会有信心 我愿意走神的路 神一定会度身订造 为我预备最好的 即是我们由圣经里面 发掘 这些不是那么明显的 不过总之发掘 是有感情的 传递出神的那种供应 和他的关心 而他的供应 是足够有余的 一定足够有余的 因为 圣经有说到 使我们能够多行各样的善善 即是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加加我们 使你们能够多行各样的善善 就是越是听他说 先求神的国人 他就越比得多 让你可以发挥得更大 我自己一个例子 感谢神 我本身应该是不会有能力 去到这么多国家 做帮人 又起圣经学院 又做这么多人 但是神就会 看到他的心 他就会为你预备 供应 所以我们越信靠他 就越封城 越忧虑 越担心 就越没有信靠神 就说 神你都不给我 他就反而得不到那么多 因为他越忧虑 他心烦恼 他就越跟神的关系越疏远 这个都是要发挥的 就是要时间的 不是一下子 其实你今天都做得好 因为很多人都领受到 明白这个恩 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 的本性 然后他的恩典就是 他为我们做的 就是给我们的礼物 他属性本身的属性 那么我们分开 但是有时候 说属性是难一些的 譬如 不要忧虑 神是什么 神是丰富的 神是慷慨的 就是他是丰富的神 他是慷慨的神 他是会留意到 哪个人 是会信靠他 亲近他 他留意 他会纪念 他就会将 即是他会留意人的 他会纪念 然后他就将封城的恩典给你 这就是他的属性